好不容易與之虛緩 工程人員趕緊抓緊時間 要修復民霸克路橋 尤其還遇上了行政院長 陳建仁親自到場視察 而陳建仁更不忘 讚揚高雄市府 災害應變的超前部署 而且一天內 他在高雄的三場致死 不管任何場合 都不忘拿南投縣 來跟高雄對比 有一些縣都不是這樣 所以沒有辦法超前部署 就使得防災的工作 就會相當的困難 我們純愛鄉有些大陸的影響 但是SOP的執行 就沒有辦法 當一個大雨超過1000毫米 下在仁愛鄉 我想任何一個鄉鎮 都是承受不住的 我想我們都是立即性的 做出判斷 在這裡我也希望 陳院長有機會能夠多到 我們仁愛鄉新一鄉來 陳建仁三番兩次矛頭對準南投 卻沒有去過半次 縣長許淑華態度放軟 公開邀請他到場看看 但對於其他民眾來說 話就說得直白 有一點話比較慢一點了 會來用流龍載下來嗎 他們那邊沒有放流龍 其實應該要 而且連院長山山勘災都引發 民眾批評車隊在六龜的太平路上 以時速近百公里通行 而且沒顧慮到當地 還有不少展被出沒 也讓原本應該要協力合作的 復原工作 意外演變成口水戰 TVBS新聞南部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